Hello 大家好 我這次拍這條片 就是想回應我一些網友 免得寫那麼多字 所以不如說吧 就是想說口罩 口罩已經很多人說過 香港人一定是世界上的口罩專家 所以大家因為都知道那麼多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很關心 別人有沒有戴錯口罩 我經常都被一些網友追著我 就說我戴錯口罩 我就很想解釋一下 譬如口罩戴了之後 那個摺位是要向下摺 這些信息我是知道的 而我每買和用每一個口罩的時候 其實我都會刻意去看看他的指示 告訴我怎樣用的 但其中想解釋給這些不放棄的網友 告訴大家 其實世界上還有一些口罩 就是它的設計 是真的葉子會向上的 所以如果你覺得我戴錯口罩的時候 就應該是這個口罩 這個口罩就是日本的口罩 其實我拿這個口罩之前 我已經洗手了 用消毒液 好了 這一種口罩就是日本做的 就是一個立體的口罩 它的設計就是由中間那裡 就是向兩邊摺的 而它的鐵線就是這一邊的 所以當我戴了這個口罩的時候 就會好像摺葉向上那樣 但事實上 因為這個口罩的設計 本身是由中間那裡飛出來 就是中間那樣立體出來的 所以它就是這樣戴的 我戴著這個口罩的時候 拍過幾條片 有些朋友就提我 就說我戴錯口罩 我也有回一兩句 告訴它 不是啊 這是一個立體口罩 而有些朋友就很堅信自己 心目中的東西 他就堅持地說 我是戴錯口罩 還說我不認 我並不是不認 所以告訴大家 設計的東西都有很多種 而我們每一個人 可能在你用一件事之前 其實最好就是看看他的指示 而這個我是看清楚的指示 是這個面子在外面 是正確的 不需要太過擔心我 也希望大家有時明白 在網上的討論 大家都是去拿一個資訊 如果可以互相交換到資訊 是最好的 但是也不用窮兇極惡 也不需要我們要緊記一件事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有些東西你是不知道 大家就分享一下 所以很感謝這些網友的關心 這個是日本的口罩 而且還是女裝的 所以我也挺喜歡用這個口罩 而且它包在這裡 包得非常之好 還有戴口罩之前要洗手 脫口罩的時候要用酒精紙襪 大家知道的話就盡力去進行 我有另一名網友 我覺得他的intention是善良的 他在我的post裡面 也引起很激烈迴響 總共有100個回覆這位網友 他就說公司請了醫生解釋 其實戴口罩不是沒用 不過抹手更加緊要 所以以他自己來說 他自己搭公共的交通工具 包括地鐵和巴士 他都不會戴口罩 因為他覺得最主要就是 只要遠離一些患病的人 還有有一米的距離就可以了 他這個說法 由於其實他的intention很好 他很詳盡地去說 亦都很斯文地說 我有別的網友不同意他這個說法 其實主要有兩點 第一 你根本identify不到哪些人是戴菌的人 這是第一 第二 在香港如果你在交通工具裏面 其實基本上你不可能去保存 一個一米的距離 我就想回應這幾點 還有一些額外我家的點 第一就是 沒有辦法identify哪些人是戴菌者 這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不明白為什麼這位網友 這麼堅持他可以identify 而覺得這樣是令他自己安全 第二個點就是一米距離 其實在很多專家的說法裏面 我們現在是說飛沫傳染 假如有人飛沫 譬如說話噴口水 或者口水是掉進去一些東西 而你是把那樣東西放進口 或者是他很遠 打一個黑癡而噴出來的 其實這兩米的說法不是一米 兩米的說法就是一個普遍的說法 但其實每樣東西都還有一個力度 就是說假如這是一個很大的黑癡的話 其實在外國的研究 就是這些黑癡的軟度 假如那個人沒有戴口罩的話 軟度是可以高達30米的 當然你說你打過30米的黑癡 而飛過來給我的 你打來看看 我是不會打給你看 還有我不會做到的 也只是一些奇人異品是會做到 也有很多外在的因素 譬如風向 你在的地方 你在的氣候 溫度 種種都會有 我覺得不需要爭 當然你戴不戴口罩都是你的自由 不過我覺得戴口罩首先是保護自己 保護人 而這位很堅持的網友 我見他討論了幾天 他還是很堅持 說是不需要戴的 他自己就不會戴了 但我相信你會有家人的 也都相信你會要搭升降機 也都相信你可能會在公共地方 不戴口罩的時候說話 總總我覺得都是我個人的勸喻 就是戴口罩好些 如果你有口罩的話 其實我見到這位網友 繼續去討論的時候 他都很相信自己 他就提出一件事 就是我不是說戴口罩沒用 不過如果你戴口罩的方法不對 是更壞 所以應該要洗手就是最好 最重要就是洗手 那我不爭辯 我只是想說一個比喻 就是說如果要比較洗手重要些 和戴口罩重要些 而去異選其一 這個假設是你自己假設的 是沒有人說是異選其一 摘其更有效者 是沒有人說過這件事 其實基本上兩樣都要做 是不是 而我說的 或者是其他網友跟你爭論的 他們也沒有說過是要不洗手 特意不洗手 特意用戴錯口罩的方法去戴口罩 所以跟你爭辯 他們並不是這樣 其實我們沒有一個人說過 我們是不洗手 或者是不去考究正確戴口罩的方法 這個是第一 第二就是這個異選其一的 你這個想法 就在保護自己來說 如果你有這個想法 我覺得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比喻 就是說 譬如一個人 他要穿底褲 跟著他又要穿面褲 現在你說那個面褲 保護你多些 所以你們就不用穿底褲了 我覺得這個是很可憐的一個結論 和你的推論都有少少邏輯上的問題 如果我 我見你都有看我的網頁 你都經常都在我那裏留言 你亦都是一個說話很有層次 很organized的人 特地拍這條片送給你 希望你想想 是否我們穿了面褲之後 就要不要穿底褲 如果這個是你的選擇 我們不會阻止你 但是希望你不需要在這裏 花太多的唇舌 叫其他的人都不要穿底褲 因為你的面褲保護得你更多 我今天想說的就是這裏